我念好啊 哎呀 你问我为什么大过年的出没哭脸啊 没法不出没哭脸啊 刚刚出学化验嘛 出了这么一管子学 也太错了啊 出了这么一管子学呀 要了孩子先命了呀 张姐你好 是不是领孩子来看病啊 我也领孩子来看 不是 领孩子他爹来看病来了 媳妇 结果怎么样了 结果出来了 大夫怎么说呀 大夫说呀 你这个血糖血压心肝脾胃肾都正常 都正常 都正常 我的个娘 她为什么都正常呀 妈呀 这一说正常 咋把你整这么悲动呢 我都说了 那你一会儿根本就不算病 走 回家 媳妇儿 回不了家了 咋的呀 你没病还在这儿做啥呀 走回家得了 不媳妇儿 我要查一查 你还查呀 这已经花了一千多块了 要不是我妹妹你小姨子 找人给打了折 指不定花多少钱呢 你还想查啥呀 什么能查出病了 我查查什么 你不就是迷糊吗 嗯 你说 怎么个迷糊法 就是有时候迷糊吧 有时候不迷糊 有时候不迷糊吧 有时候还迷糊 说具体点 具体点就是回到家就迷糊 一出来就不迷糊 一看见你就迷糊 一看见小姨子就不迷糊 我把你消迷糊得了你 看见小姨子不迷糊你 你要真的把我消迷糊了 我还生事了我 你说这不有病吗 病得还不轻呢你说 你看看你看看 你都说我有病了是不是 那我还得查 啥 要查 红查绿查呀 我要红查 我不要喝的那个查 我要检查检查 你还检查啥呀 这都说了没病 你非要查出病了干啥呀 你过来 坐下坐下 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 过万年以后啊 我们公司要替一个傅警律 知道傅警律吗 傅警律 所以我必须要检查出点毛病来 利用春节七天打架 我值七天本 让我们领导一看 你看看人家有病坚持工作 这么好的员工 不替他当傅警律 谁当傅警律 可拉倒吧 没病装病了 能替你当副经理呀 做梦吧你 你得学我们单位小刘 带病坚持工作 一点一点干 后来当了经理了 他得了什么病啊 让猫毛了 他要让傅咬了过两天 替东西找了他 你可拉倒吧 没人跟你闹 反正这事你不能装 万一整漏了 别说副经理当不上 你就是工作你都保不住 后悔你都来不及 怎么后悔来不及啊 我告诉你 这个事我要是不干 我才后悔的 嗯 我告诉你哈 前两天我们公司 那个妹干是生孩子 本来应该是 花五千多块钱 结果他报了五万多 多少 你得咬他个谁啊 五万多 五万多 嗯 他生的是熊毛啊 不是 是东北虎啊 东北云 东北云 东北云咋能那么贵呢 生个孩子给报销五万 哪有那事啊 再说了 他怎么能当上官啊 人家会说呀 啥说的 人家跟经理这么说的 经理啊 啊 你这次干嘛呢 干嘛呢 你干嘛呢 这次 你好好说啊 他是个天津人啊 啊 我呀四十多岁了 生个孩子容易吗 一辈子就生那么一回啊 结果呀 赶上孩子难缠了 太胃不正 我也没办法 喝了点红糖水啊 我臭臭 我就处了院了 我一天工作都没耽误 结果他这一说呀 把经理给说感动了 第二天 给他提了个部门经理 哎呀 我明白了 我告诉你吧 就你们经理有多高的水平 他糊不糊涂我就不说了 就说那没干是吧 他有什么出息 他干不了什么大事 啊 生个孩子 骗工姐点钱 报销点钱 又当个小官 咋的你还挺羡慕啊 我羡慕 我非常羡慕 但是我生不了孩子呀 我 能 咋不能呢 现在科学那么发达 做个变性手术生呗 我老婆这是在这给我抬杠啊 你说找这么个老婆 我能不迷糊吗 我迷糊 我 我迷糊死了 我迷糊死了 你迷糊啥呀 姐啊 姐夫 你还没走呢 走啥呀 你姐夫准备在你们医院做变性手术了 啊 哈哈哈 姐夫 你还迷糊呢 小姨大 我一见你我就不迷糊了 嘿 别胡闹了 小姨大 说实话哈 咱们家就是你对我好啊 赶紧给你姐夫找个朋友 给你姐夫查出点毛病来 快 嘿 你还有完没完呢 这一天没干别的 竟忙活你了 你姐夫用难焉之隐呀 难焉之隐 嗯 哎呀 这个还真没查过 走 我带你上南科 哎呀 我 你想什么 那你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吧 是她这个 她 哦 我明白了 姐夫 你是想休个病假 带我解出去旅游吧 小事 想得什么病 脑血栓 啊 行了 别跟你姐夫开脑血栓了 直接给她开个公外孕 啊 公外孕 姐夫 你还有这功能呢 你信吗 我信 哎呀 姐 你别对我姐夫这样 像这种情况来我们医院的人多了 假病例算什么呀 姐夫啊 开多长时间都行 小姨子 你太火了 赶紧早熟日 给你姐夫整出点毛病来 快 整出毛病啊 好吧 你等着啊 等着什么呀 你给我回 太好了 这就是我小姨子 多故意 怪不得我一见到我小姨子 我就不迷糊了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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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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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接着喝 接着喝 快快快 把这瓶酒喝了 喝酒干什么 你不想查出病吗 那就得喝酒 哦 好 好 好 哎呀 这哪能行啊 大口喝 快 迷糊吗 不迷糊 再喝 接着喝 你这样喝 迷糊吗 我这个尿迷糊了 成功了 迷糊了 下迷糊 下迷糊 叶 还叶呢 你瞅这样子 没病 非喝点酒把自己灌迷糊装病 你真行啊你 你说得太对了 哎呀 这个酒是好东西啊 喝点酒晕晕晕晕的 润润听懂啊 太好了 就是我不敢说的话 我几天就敢跟你说两句 我告诉你吧 我在家里很别屈啊 我和我呢 我很没有面子 说你不好听的 我不是个男人啊 而且我 你说你说你瞧不起我 你们全家人都瞧不起我 说我没有本事 说我没有能力 行 我现在有本事了 我很远活了 我能查出病来了 查出病了 我就能当副经理了我 太好了 我肿意犹病了我 我 以后你觉得不这样 我忘了你 以后 谁瞧不起你了 我要是瞧不起你 我当初能嫁给你啊 我当初不就看你人情老实 做事本贩 我才跟你结的婚吗 因为我觉得和你这样的人 是过日子 我心里踏实 我满足 你看看你这出 装腔做事的 欺上满下的 还想当个破官 你挣再多人钱 有什么用啊 啊 你变了 你当上官 我还不稀罕 我瞧不起你 哎呦 姐姐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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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呀 我们就你电话 来 你给我接个电话 我接他干什么 你电话我不接 我求求你 哎呀 媳妇我求求你 哎呦 姐姐 我姐 你好你喝着呀 你快快接 笑 喂 呀 笑 喂 经理你好 我是小王他爱人 啊 你好 啊 你问他的病 他 呃 他现在有点迷糊 啊 啊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不太乐观啊 嗯 他血压多少啊 高压多少啊 够不着啊 那个 170 170 170左右 大夫说的 嗯 我 我不太了解这个 是 低压多少啊 低压 低压 还在低压呢 对啊 对啊 哎呀 哎呀 130左右啊 啊 那个心跳多少啊 心跳 那个快 就像跑步那么快啊 啊 还抓耳脑栽的 那 那 一百字 一百字左右吧 反正啊 我觉得这个人现在有点酒精中毒的症状 疯了 太好了 啊 领导注意知道我有病了 借过 祝福你终于终病成功 耶 好 再见 哎 经理怎么说 经理说呀 让你安心养病 哎呀 哎呀 哎 哎 不经理的事没提吗 提了 怎么说的 他说啊 怎么说的 啊 安排别人了 吼 呀 呀 有 居住 多 天 呀 呀 呀 。 呀 呀 感谢观看